《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事一丁》 我是今星期節目主持人楊俊賢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一個關於選舉條例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的新聞都應該知道 政府為了防止五區公投事件重演 所以想辦法制止議員辭職後 可以產生五區公投的效應 於是便提出修改選舉條例 但事實上他提出的方案是怎樣 我看完報紙後簡直嚇了一跳 我心想政府又再次犯這個錯 就是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就嘗試放棄 就是完全不考慮任何根本的原則問題 無論放棄甚麼原則都好 只要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就可以全力去做 他提出的條例修訂是怎樣的呢 方案不外乎就是這樣 就是當以後有任何一個立法會議員辭職之後 就由以前再由補選產生過 另一個新的立法會議員 改為由上一次選舉裡面 得票下一個多的那張名單的參選人 就可以獲得這個議席 在這個意義下任何一個議員辭職之後 將會由下一個名單補上 就獲得辭職以後議員的議席 大家聽到好像都沒甚麼問題 好像都是選舉選的投票 但事實上很明顯 如果你稍為明白香港 做了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原則的話 你就會明白這個制度設計 是完全違反比例代表制的根本精神 甚麼是比例代表制呢 所以比例代表制 就是按著不同選民的議員 按照大家的比例去分配議會的議席 舉例如有ABC三個政黨 他們在選舉中分別獲得兩成、四成和四成的議席時 他們選票時都應該分別獲得兩成、四成和四成的議席 這就視為比例的代表制 當然有些時候就不能完全反映到投票的比例 舉例如一個選區只得五個議席 但如果有六個政黨 即使不能獲得足夠比例的議席 但因為他是頭五個獲得高票數的政黨 所以他都可以獲得一個議席 而最後獲得得票最少的可能得不到任何議席 但即使是這樣的情況下 議席的分配大致按選舉票數的比例來分配議席 這樣才是比例的代表制 但事實上在現在政府提出的議席裏 如果有任何議員處理後 是由另一張選單 下一張投票數的名單獲得議席的話 可以見到事實上選民的意見 是完全沒有辦法被反映在議席分配上 因為原本說低於議席的選票 事實上正是選民不付權給他們 不認為他們是有能力擔當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選票 所以如果要按照比例席的精神 就是希望將不同政黨的比例 可以合理地反映在議席裏面的話 如果任何一個議會裏面有議員辭職 又由下一張選票擔任的話 可以很明顯看到當中整個選民投票的比例 現在完全反映不到出來 但難道政府不知道這件事嗎 實際上沒有理由是這樣 可以見到他們為了避免 或是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就是避免有人去做任何五區公投 甚至於在辭職的時候 可以更加有機會將議席漏到建制派議員手上 所以從而才會有如此的制度安排 或者用馬俄先生馬俄教授 在星期二在《明報》《讚聲》文章裏面說的比喻 比較恰當 他在馬俄教授裏面開足名義指出 政府這樣看 不外乎將比例代表制的選舉 看成一張評論項 就是誰可以獲得較高議席的 就可以排在較前一點 最後完成一條隊 但事實上比例代表制原意根本不是這樣 剛才已經說過了 選輸了就是選輸了 選民就是沒有授權給你 去擔任立法會議員職位 並不代表你可以排在這條隊裏面 所以如果真的要辭職之後 避免補輸的話 更加完成安排 理論上應該是由那張原本參選名單的下一個候選人 擔任立法會議席的空缺 而不是由另外一張名單獲得 就像馬俄教授所說 打個比喻 如果政府真的這樣看選舉的話 我們是否應該說 當曾蔭權有甚麼腳痛有甚麼意欲的時候 下台 是否應該由上次得票第二高的梁家傑 去擔任這個職位呢 很明顯不是 在到最後希望大家要留意 我今天說的話 並不是想說支持五居公投 也並不是說反對政府修例 去避免五居公投發生 我只是想說 如果政府真的這麼想避免五居公投發生 或者大家覺得有需要這樣做 都不等於你可以放棄一些很根本的原則和精神 去達到你任何直接目的 不單是選舉條例已一役如是 希望政府在其他政策安排上面 其他修改法例的地方上面 亦有如此的想法 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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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筆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